今天G点和大家一起来GG 因为如意算盘打不响而语道爆的遗英YouTuber 今集要耻笑的主角打妈你 话说有两个遗英YouTuber说 不明英国人和自己打招呼的时候 为什么要用普通话以巧来和他们打招呼 但问不知道他们是不会分香港人和大陆人 还是他们普遍以为香港人真的说普通话 这两个遗英YouTuber说了一大串话 其实说来说去不就是和移民黄人一样 不喜欢外国人当他们是中国人 过不其然他们居然因为这样而搞了个街头访问 但问题就这样一看 不用问阿贵都知道他们心底是想搞什么 例如他们问香港人吃狗肉 香港人吃内壮 香港人数学很棒 香港人喜欢抢住埋单 香港人很迷信 问题好像有点古怪 但是全部都是以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核板印象 一隔起尾就知道你们两个想做什么 又是这些扮客观暗地里辱话 硬分中国人和香港人的招数 怎么逃得过小编的发眼 大家看他们的问题 句句问题都要加 HK 怎样样 其实是你的基因如何 你的样子也必如何 OK 而最抵死的是 他们想着用这些大又黑板印象的问题 去引动外国人答他们想要的答案 即香港人和中国人是不一样的事 不少外国人都答了和他们相反的答案 例如香港人说普通话 日开播已经有受访者用他们不赞的 你好和他们来打招呼 有些就直接说不知道 有些就说要Google才知道 好失威 你两个宜英YouTuber 这些是不是叫做出先未知新鲜死 之后又问人家香港人吃内藏 香港人数学很厉害 香港人很迷信 怎知答案似乎出乎他们所料 说很多国家的人都吃内藏 很迷信 包括英国人 他们被打脸了 而数学很厉害 人家是答是 而原因很可能是出于一直以来的黑板印象 而所谓的一直以来究竟是指什么 摆明就是对中国人的黑板印象 换言之就是指香港人和中国人 在外国人眼中没有什么分别 嗯 他们又再一次被打脸了 而最抵死的一条问题 就是香港人喜欢抢住埋单 而这两个宜英YouTuber居然自己打自己念都不知道 说在长辈的文化 他们很流行赚着付钱 不过其实都是一种客气的表现 咦 这个长辈的文化就是中国人的文化了 嗯 他们今次自己打自己念 其实搞来搞去什么英国人眼中的香港人是怎样 最终无论这两个宜英YouTuber 搞多少区分中国人和香港人的小动作 外国人都是认为他们是中国人 而他们自己两个也都摆脱不了中国人的文化 所以正式整水得过吉 最终被人打脸之余还打自己的脸 瘀到爆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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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